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司法部在2月27日 發布了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的徵求意見稿 這宗消息一傳出 馬上引起了一場輿論的風暴 在微博上這宗消息罵得熱烘烘 連續幾天惹來了大部分網民的反對 這些網民甚至乎聲稱要出來搞遊行 在5月4日 而且製作了大量的文宣 要反對外國人永居條例 他們甚至要爭取在網上搞一個公投 要投反對票 到底因什麼事激發這些網民這麼反感呢? 首先這條條例其實非常寬鬆 門檻定得很低 比如說到底有什麼條件可以使到外國人 申請來中國永久居留呢? 第一就是他的配偶是中國人 而且符合一定的居留年期 這樣就可以申請了 第二就是未滿18歲的子女 要投靠在中國境內的中國籍父母 第三就是年滿60歲 在境外無籍系親屬 要投靠居住在中國境內的中國籍的籍系親屬 第四就是什麼呢? 就是外國人因其他正當理由 需要在中國境內永久居留 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資格 當然這就是令到絕大部分微博小粉紅網民 去反對的原因 你定到門檻這麼低 隨時惹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 去到中國居住 始終中國大國崛起 跟第三世界來比 尤其是一些非洲的落後國家 中國當然就是一個天堂 微博小粉紅非常關注 這個門檻這麼低 首先會引起一個就業的問題 農民工很容易被全數淘汰 因為突然引入這麼多 外國人第三世界的國民 他來到當然會搶飯碗 所以那些基層的勞工非常擔心 紛紛走到微博那裡 就是反對的了 其實這個反對又不限於農民工 連城市的人都會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帶來一個社會的問題 其實那些微博網民自己都心知肚明 移居到中國的 絕大部分都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 甚少會有第一世界國家的人移民中國 不是說沒有 但是占少數 多數都是那些阿非拉國家 當這群人去到中國永居的時候 那就糟糕了 大家可以看看廣州的三原理 這個曾經是著名的抗英基地 現在其實就是住滿了一些黑人 會帶來一些什麼的治安問題呢? 以三原理為例 那裡的外來人士很喜歡 無論在言語上或者行動上 就去調戲那些娘家婦女 所以使得廣州的人不太敢走到三原理附近 除此之外 有很多大學其實都是接收了很多 這些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 即是留學生 其實在大學裡 都有很多跟三原理類似的情況 除了治安問題以外 還有衛生問題 因為這些外來移民 就習慣了原生的部落式的生活 所以就算去到城市也好 他們就很習慣在當街當巷 屠宰那些牛羊 當然會使得一條街烏煙瘴氣 冤崩難臭 所以使得鄰近的居民也是很不滿 除了這些社會問題以外 還有一個文化衝突 因為這些外來移民 其實跟中國的人真的格格不入 其實宗教也不相同 根據一個統計顯示 廣州三原理的外來人士 接近一半的人口都是信奉伊斯蘭教 所以搞清真食物就有得做 有些從新疆到廣州定居的人 專門搞這些食店 但是由於他們和本地人的族群 沒有什麼互相交集 也不會融入當地的社區 好像自成一國那樣 所以就造成了一些衝突 文化上的衝突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大陸的網民 發現了一個政策漏洞 是什麼政策漏洞呢 就是一班本來在中國 是就學年齡的青年 被他的父母安排去外國 取得一本外國的護照 然後再回中國讀書 在這樣的情況下 由於大陸的教育制度和考試制度 就對於外國人是有優惠的 這樣就使得他們非常輕鬆 就可以考上一些國內的名校了 就以一個非常低的門檻 就用外籍留學生的身份 就考到一些清華北大 本來這個政策漏洞 就已經引起了廣泛中國青年的不滿 因為他們考這個高考的時候 就是非常辛苦和吃力的 但是這班人就利用這個漏洞 很輕易地考到 如果現在還說要對著這班人 是給予一個外國人的永居權的時候 當然啦 又吃又匿 引起了廣泛的反對 第三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心有不甘 因為中國長期實施這個計劃生育 一孩政策 使得其實很多婦女 都被強制終止了懷孕 這個情形下 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由於中國傳統上都是仲男輕女的 所以很多人就會在生產以前 就去照超聲波 看看到底那個孩子是男還是女 大家知道如果是女的話 情況就真是淒慘了 這個情形導致中國的男女比例其實是失衡的 尤其是在青年的群組就尤其顯著 在中國那個00後的群體當中 每100名的女性就對應大約118名的男性 這是官方的統計 都還未介入農村那些 所以這個數字就非常驚人 是118比100 現在還說要給予這些外國人的居留權呢 這樣就真的非常嚴重了 因為中國的女人其實就不介意 嫁給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男人 但是甚少有中國的男人 就去迎娶一些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人 大家可以看看微博上就知道了 絕大部分去詢問一些網友 如何使得自己的家長接受自己的配偶 是黑人的時候 多數都是由中國的女性來發問的 甚少有中國的男性問這些問題 所以如果突然之間又說 被一群人走來中國永久居留的時候 當然是引起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不滿 這些00後的群體本來已經是一閒政策下的受害人 現在再搞了這個外國人永居條例 對於他們來說就是雙重打擊 於是微博上的文宣簡直就像雨後春筍一樣 例如他們弄了一些海報出來 就要民族自救 以及要停止賣國 不要讓中國成為第二個法國 其實他們有這種覺悟 又有沒有考慮過香港這個情況呢 香港每一天的所謂新移民的配額 單程證的配額就是150人 香港人其實都是沒得選擇的 真可憐 在97以後 來了香港的人是超過100萬人 都還未計算 那幫通過專財優財計劃 或者走來香港讀書 然後就定居 找工作 然後住滿七年的那幫港票 即是他們既然都覺得外國人 走去中國永久居留 是有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又不想想香港的情形呢 每每提及到香港的時候 就有些非常難聽的說話 來批評香港 但是香港人的心情 他們現在應該都要明白 對不對 這150人 香港其實是沒得選擇的 要被迫接受 而且是照單傳收 總之各地的公安局 每天150人編150人的名單 就對比香港 香港就是要被迫 要派發身份證給他們 住滿七年 就變成香港的永久性居民 就可以取得投票權 在這樣的情形下 當然就造就了一幫香港人的不滿 你這樣搞法 香港是負載不來的 而且不止只有這個單程證 還有九十幾個計劃 又有廣票 剛任這個羅致光局長 która分成出來説 可能會通過關外基金 向新移民派發一萬元 這些當然會引起社會上的不家 就算是澳門派錢 非永久居民 都是拿六成七成 都不拿竹 fug Southwest 還有今 Museum email 那些居民你又派一萬 那些港漂圈你是不是向他們屈服了呢? 這個羅智光局長這個特區政府 你未住滿七年又可以享有住滿七年同等的福利 那你那個所謂永久性和非永久性 那條界線在哪裡?請問 還有什麼作用?分離有什麼用? 所以微博那些小粉紅 你們現在針桔到肉就肢痛了 其實香港人對於這些問題 就已經困擾了非常之久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多謝大家收聽,拜拜!